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年自从1月份开始 就各种粉底的新品狂出 然后我之前买了一些 比如Snell的啊,然后CT的啊 什么都买了,然后给姑娘们也做过视频 但是觉得这两年呢 用日系的这个底妆 用的比较少,但是同时 日系的底妆也出了一些新品 想说就买来试试看 然后日系的底妆嘛,毕竟还是更适合 我们亚洲人,不管是从调色呀 还有就是它的粉底的 贴合度各方面来说吧,毕竟都是 相对有一些 保养成分在里面的底妆产品 主要呢就是买了这么两个牌子 一个是Suku的,一个是Clay Depot的 CPB加的,好,买了这么几样吧 当然也是在网上不免 有跟风的嫌疑,所以 在这里给姑娘们就稍微啰嗦一下 我们总体的介绍一下我最近 买到的一些日系的底妆 每一样都非常非常的 喜欢,就是前提先说好 好,首先就先说一下 Suku的这个粉霜吧 这个粉霜已经是 就是隔个一两年 它就会出一个新的 这个Generation 其实本质是不变的 就是它的这款经典的粉霜 但是就是它总会更新一下 首先是色调和色号方面 会更新一下 再一个就是它的可能 就是在里面的护肤成分呢 就是更提升一下 所以我买的是它的2021年底出的 这个最新版的粉霜 然后它的这个色号呢 是110 我之前买了一个120 是去年用的 其实用的有一半多了 我就非常喜欢 就是那种奶油肌的妆效 越叶越美丽 对我们这种混油性的皮肤来说 是非常友好的 但同时它就是全肤质来试用的 因为它也是比较滋润的 所以干净皮肤的姑娘们呢 用它也非常非常的美好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今年在用120色号呢 我就觉得好黄啊 在我的脸上 可能是因为最近都不怎么出门 这个再加上可能维C什么这样的产品 坚持用的比较好 肤色有比较明亮 变通透变白一些吧 所以就是一下子120 特别的黄在我脸上 基本上就是升了一到两个色号的感觉 所以我就火速的去买它这个 新版的粉霜的110号 然后110号真的就非常非常的适合 首先罐子里看就是这样 你看我已经用下去一个坑了啊 然后它这个质地呢 还是粉霜传统的质地 就是相对厚重一点的 不是厚重 就是相对粘稠一点的 不是流动性那么强的 然后晕开呢 就是这么一个感觉 110是黄200吧 我记得好像是 还有一个105的色号还是怎样 然后非常非常适合我的肤色 涂上之后马上就融到脸的这个皮肤里了 所以不管是从这个颜色来看 还是这个融合度来看 还有就是持妆力来看 就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一款粉霜 我觉得比我去年买的那款呢 用的好像就更带劲一点了 不知道是为什么 可能也是颜色更适合一点了 完全不暗沉 有的人说这款粉霜暗沉 在我脸上真的不暗沉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之前用去年的老款 前年的老款也没有暗沉 这款就是在我这完全不暗沉 所以1104号非常的喜欢 然后就是传统的奶油肌 然后又轻薄 这是中度遮瑕吧 不是那种超高度遮瑕 在我这里足够足够了 姑娘我用到中度遮瑕 我都觉得挺高挺高了 所以这款粉霜就是正中我的下怀 而且价格也不是特别高 大家知道日系的粉霜价格 动辄就200美元以上了 这个也就100多美元吧 130-140美元 我是在小红帽上买的 就是配货呀发货呀 什么之类的也都很有保证 所以我就非常非常喜欢 这个新版的110色号的 这个苏库的粉霜 好 接下来这三个产品呢 都是Clay Depot的产品了 首先就是他们家 也是新出的一款叫做 A Radiant Cream Foundation 我的色号买的是i10 它是含SPF24的 但是就是不要靠它这个SPF 我们一定要自己单独涂防晒 小小的一个管装 它只有21毫升 0.87盎司比传统的粉底的 这个量呢都要少了三分之一 一般粉底的量都是30毫升 一个fluid盎司 它只有21毫升 一下少了三分之一 价格呢也不便宜 好像是100 140美元的样子吧 所以就是明显就体现出来 贵妇的价格了 对吧 然后i10这个色号呢 同时也是我今天脸上使用的 这个非常适合我的 肤色肤质和它的这个贴合度 我觉得太美了 这个粉膏 就是怎么会有这么好看的底妆呢 同时它的遮瑕度 我觉得还是挺高的 我就是平时给姑娘们录视频的 我会用遮瑕度稍微高一点的 就是不用那种非常sheer的 还是想嘻嘻巴巴遮一下 上镜好看嘛 但是平时的话呢 这个在我这已经就是到头了 我不能用更高的遮瑕度了 再高我就觉得有点假了 还有就是 它是这种管状的嘛 所以就是挤的时候 非常非常的方便 你看我们挤出来一点 不挤太多 也太贵了 好 你看首先质地是非常的 就是比较偏高状的 再一个 你看跟苏库这个旁边相比 它就稍微红掉重那么一点点 苏库这个还是明显偏黄掉的 这个就是更偏neutral tone的 所以它就是给你有一点点 就是提亮美白的效果 所以你看用在脸上是非常提亮的 那个效果很明显的 并不是说给你白了一个色号 但是就是给你提亮了一点点 所以这个妆效上镜是非常好看的 平时就是平时用的话 不管是上班啊 还是什么周六周末的话 用上之后就会觉得 哎呦这个皮肤真的很好 它不会让你觉得就是 哎 你的妆面很好看 它会让你觉得 哎 你的皮肤很好 我觉得这就是日系底妆的优势所在 它跟皮肤那个融合度呀 那个持妆 然后你出点油就会更好看 更像你的第二层皮肤的这个感觉 做的是非常非常优秀的 欧美底妆比不了这一点 再一个就是光泽度非常非常的好 我今天这儿铺了一点点就是粉 因为想要遮一下毛孔嘛 上镜就是稍微雾面一点会比较好看 但平时化妆的时候 我是不会加粉的 我觉得会破坏掉它本身的 带着那种非常优质的 高级的那种光泽感 我是非常非常喜欢 人家本身就是叫做 Radiant Cream Foundation 所以就是要的就是那个光泽感 对吧 这款真的太好看了 太优秀了 姑娘们赶紧去买这款 好 这是它 接下来呢 是一个Clay Depot 他们家今年新出的 这个就是遮瑕的一个产品 叫做Concealer Broad Spectrum 也是带SPF27的 同样不要信 它这个SPF好吗 一定要自己单独用防晒 好 这个是新出的这个很老板的那个我是没有的 所以就是手上已经没有了 我若干年前用过就觉得还可以吧 但是因为我不是特别喜欢用遮瑕的一个人 所以之前可能就declutter掉了 新款的这个就是的确是更加的滋润 用在眼下 像这种高状的遮瑕呢 我平时是比较少用在眼下的 因为眼下的遮瑕我比较喜欢用液体的 就是不会卡纹卡粉 高状的一般是遮痘印啊 或者是脸上大面积的其他地方的遮瑕会用一点点 尤其是我用BB霜啊 或者是就用了一个什么防晒 不打算用其他单独的这个粉底的时候 我会用遮瑕稍微遮一下 尤其是鼻翼两侧呀 这种暗沉的情况比较严重的地方 我是喜欢用遮 就是高状的磅状的遮瑕 但是这款呢 用作眼下遮瑕也非常的优秀 首先它的遮瑕度真的很高 再一个呢 它非常非常的creamy 你看 就是这样子 这个色号呢 买的也是1号 Ivory这个颜色 用在我的眼下就刚刚好 我知道有些姑娘喜欢用眼下 就是遮黑眼圈 用校色那种什么偏橘的呀 什么之类的颜色 那种我用着不太好 我还是喜欢用这种 就是传统的遮瑕膏 或者是遮瑕的产品 你看 这个颜色 非常的好推开 非常的creamy 它好 你看 一下就融进去了 就没有了 就消失不见了 但同时又有很好的遮瑕度 它并不是里面含大量的硅的那种感觉 让你觉得 哎 一下就很好推开 并没有那样的感觉 就是一个非常的creamy的 膏状的产品 所以这个产品 我觉得出门带也很合适 因为你平时出去玩的话 可能也不会什么化全妆啊 之类的 就随便涂个BB霜 什么之类的 这个 再稍微遮遮瑕 哎 就一个完整的底妆就可以了 化妆包里 随身携带也非常的方便 所以这个至少也可以 用过什么三四年了 这么一个小小的遮瑕棒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的喜欢 在眼下遮瑕完全不会的拔干 不会显纹路 所以你如果像我一样 眼下比较干的姑娘们呢 我是强推这个的 好 这个clay depot的遮瑕棒 讲完了之后呢 说一下他们家的这个遮瑕的液体 就是它做的像是明彩笔的这么一个包装啊 但其实它不是明彩笔 它是一个眼下的遮瑕 叫做corrector gradient corrector 你看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也是这样 对 然后就出来产品了 哎呦干净 首先呢 它这个刷子蛮有韧性的 是这个纤维毛的刷子比较宽 所以刷起来的也很方便 很快速 你看这是它的色号 我买的也是一号 Ivory 也是最白的那个色号 也是用在眼下 非常非常的好 它的这个遮瑕的程度呢 就是非常非常的高 就是这么一个哎 其实就可以用作全脸的遮瑕了 有的时候 我就把它当作粉底来用 就稍微 就是在脸上点一点 然后海绵蛋铺开 就感觉哎呦 整体的脸上的遮瑕 就一下提升了很多 基本上就是我能接受的最强度的 这种粉底的状况了 再一个呢 就是它也是用作眼下的遮瑕 也是非常非常的滋润 然后遮瑕力非常的高 就这么一点点 就这么一点点 就两个眼睛全部够了 然后用手推开就可以 完全不用刷子 因为它的就是 怎么说呢 延展力非常的强 在这里 你看 其实就是可以当作一个底妆的产品 来使用遮瑕度非常高 你如果像我一样不太喜欢遮瑕度高的 这个底妆产品的 你真的就是一点点就可以铺满全脸了 然后也是非常有光泽的 就是不会卡纹卡粉 接下来再上一层定妆 或者是loose power的话 也不会给你卡的 这个眼下的纹路很明显 所以这个产品我也是非常喜欢的 总体来说呢 我觉得Clay Depot的所有的 这个底妆产品都是 基本上是做到了 天花板一样的 天花板一样的性质 当然他们家的底妆产品也有不好用的 比如说那雾面之地的 就是非常卡的路啊之类的 但是那种我都没买过 都是看测评什么网上的 就说的不是特别好 我买的全部都是 Radiance系列的 觉得都非常非常的好用 同时呢 他们家的底妆也都是有 他们家传统的那种 底妆的香料的味道 就是用起来就很有贵妇高级感 用起来使用感 也挺好的 心情比较愉悦 好 这就是最近收的几个日系的底妆产品了 在这里 总体的给姑娘们啰嗦了一下 希望也给你种了点小草 如果喜欢的话呢 也不妨去买来试一下 在这个欧美的底妆 大潮 就是各种新品出的情况下呢 我觉得日系的底妆还是翘楚 还是彩妆界底妆的 对亚洲的肤质来说还是翘楚 好 那今天就讲到这里 喜欢这支视频的话呢 别忘了点赞留言加关注 另外欢迎姑娘们去看一下我的Instagram 有更多的彩妆的还有护肤的新品 在那里会给大家做Instagram 好 那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